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之二表示 预计美国将在12月15日达到债务上限 比最初预计的12月3日晚了近两周 这额外的12天将使国会有更多的时间 就如何解除或者暂停债务上限达成协议 如果国会议员没能在所谓的截止日期之前这样做 美国政府将迎来有史以来第一次债务违约 在给中议长佩洛西的一封信中 耶伦解释道 他修正后的估计部分是由于拜登总统 本周早些时候签署了1万亿美元的基建法案 耶伦指出 虽然对财政部在下月中旬前 保持美国的债务支付能力有高度信心 但是大规模的社会支出将进入债务上限 可能很快就会耗尽现金 他认为财政部的现金在12月3日以后不会支撑太久 上个月 在接近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违约之后 国会在最后关头将债务限额提高了4800亿美元 当时财政部估计这一数额将允许政府继续借款至12月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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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